移民局近期公布了2022年8月份的绿卡排期 从上个月来看 移民局最近的办事效率都所提升 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 众所周知 距离本财年结束还有三个月 而今年分配给移民局的创纪录的 28万张职业移民绿卡 恐怕又将被白白浪费 一边是苦苦挣扎着的绿卡排期人 一边是天天张扬着忙不过来的移民局雇员 最后的这三个月 移民局会努力冲刺一下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8月份的绿卡排期计划 EB1结束人才通道 依旧没有排期 申请后立即开始审理 EB2硕士及以上学位的职业移民通道 上个月稍微前进了一个月 但8月再次迎来停滞 但好消息是 与之相对应的EB3 本科学位的职业移民通道 在倒退加停滞将近一整年后 终于迎来了前进 目前EB3表A小幅前进一个月 来到了2018年4月22号 表B前进51天 来到2018年的5月22号 但远没有恢复至倒退前的水平 要知道去年11月 EB3表A排期 大幅倒退292天 表B排期 也是大幅倒退了289天 这对于EB3的申请人来说 可谓是一夜回到检方前 职业移民大类中 剩下的EB4和EB5 相较于上个月 均无发生变化 详细排期的情况 大家可看以下表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逐渐开始启动的亲属移民 纵观整个8月的亲属移民类排期 虽然表A依旧全面停滞 但是表B却延续了上个月排期 就已经开始的前进势头 F1公民21岁以上未婚子女类别 表A排期停滞在了2014年的12月1号 表B排期前进38天 来到2016年的8月8号 F2A绿卡持有者配偶及子女类别 表A继续无排期 8月在美国境内的申请人 可以同时递交I130-I485表格 F2B绿卡持有者21岁以上 未婚子女类别 表A排期无变化 停滞在了2015年的9月22号 表B排期前进92天 来到2017年的1月1号 F3美国公民已婚子女类别 表A排期停滞在了2008年的11月22号 表B排期前进38天 来到了2009年的11月8号 F4成年公民兄弟姐妹类别 表A排期停滞在了2007年的3月22号 表B排期前进37天 来到了2007年的12月15号 进入2022年以来 相信使用EB2和EB3申请绿卡的小伙伴 都信心沉重 排期速度停滞不前 绿卡拿到手也是遥遥无期 从本月开始一直到9月结束 是2022年参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要知道 本参年可用的职业移民绿卡数量 属于创纪录级别的 高达28万张绿卡配额 比正常年份整整多出了一倍 所以照理来说 大家的排期速度远不止现如今这个水平 那造就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就是移民局往不过来了 别说今年的28万张绿卡 就连2021财年增加的12万张职业移民绿卡 最后就因为移民局人手不够 而浪费了一大半 正是由于去年造成的浪费 导致今年移民局收到了上级机构的特别指示 要在财年结束前发放所有可用的签证配额 如果移民局的雇员们想在年底打满bonus的话 恐怕剩下的三个月就要开上快车道 但实际情况 小编依旧感到不容乐观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移民局一直受到资金问题 人手问题 处理能力下降的困扰 批准绿卡的速度一直低于正常水平 根据官方提供的信息来看 绿卡申请平均需要10.5个月才能完成 比之前增加数月 数据显示 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 职业移民绿卡申请可以被搁置长达5年之久 新外疫情严重的时候 移民局在全国各地的办公室纷纷关闭 美国驻海外使领馆的常规移民签证服务也暂停 这也导致了大量的申请羁押 不过既然有来自上级的压力 相信在剩下的三个月里 移民局应该会做出最后的努力 虽然移民局目前没有明确给出 截止到目前为止 本财年共发出的绿卡总数 但6月中旬移民局发言人透露过 当前移民局每周签发的绿卡批准是以往的两倍 本财年使用的绿卡数量比去年同期要多得多 同时也有小道消息透露 过去一段时间移民局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 改变现状 解决申请羁押的问题 其中包括将一些人手从其他移民服务部门 转移到处理绿卡的部门 移民局也在全美各地处理移民申请的分支机构中 重新分配申请任务平均工作量 虽然目前我们没有完全从绿卡排期中 看出移民局做出了种种的努力 但或许这个排期的反应速度 只是和曾经的移民局一样慢了半拍呢 让我们期待着下个月的大跃进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